曹操摸了一个男人的手 张秀因此要杀曹操 有人说了 瞎扯吗你 看史料 父子记载 秀有所亲胡车啊 勇冠其军 太土爱其骁勇 手与金与之 张秀军的第一猛将胡车啊 曹操爱了 亲手拿着金子 塞到胡车啊的手里 曹操这个行为 张秀都怎么理解了呢 就文尔仪太祖 御英左右次之 最反 张秀认为 曹操要收买他身边的人 来杀他 要来个吕布次董卓这种 张秀就反了 那张秀这个猜测 是自己瞎猜吗 还是真有可能呢 陈寿是这么写的 太祖纳计妻 秀恨之 太祖闻其不悦 密有杀秀之计 既漏就演习太祖 太祖军败二子末 曹操秘密计划要杀张秀 结果计划泄漏 张秀反了 按这个来看 那张秀没猜错 曹操就是要杀他 那曹操亲手拿着金子 塞到胡车啊的手里 估计是私下偷偷给的 秘密招见胡车 结果这是泄漏了 被张秀知道了 这金子是啥 取我脑袋的一半定金吗 事成之后再给一半吗 而且收买的是胡车啊 不是别人呀 胡车啊 勇冠其军 张秀军第一门 三国之中能用勇冠插军 表示的没几个 关羽张随勇冠三军 延南文筹勇冠三军 庞德勇冠藤军 黄忠勇冠三军 所以胡车啊 这个勇冠其军不得了呀 不是一般人 纯寿还用了一个词叫削戒 曹操爱胡车的削戒 你看看 你是张秀你咋弄 你这个时候脑子里想的 还是取你审子的事吗 肯定不是呀 你想的是曹操啥时候 给胡车送了金子 这是第一次吗 胡车前几天送我的冰淇淋 还敢吃吗 胡车今晚会来杀我吗 我应该安排谁来保护我呢 要么我安排灵统来保护我吧 那灵统有没有也被曹操收买呢 我咋整啊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贾曲给出了个计谋 让林统带兵经过曹操的军营 注意啊 这个林统是张秀的将 不是东吴的那个 不是一个人 张秀手下的林统就按贾曲的计谋办了 路过曹军军营时 林统对曹操说 我们运输车车辆太少 车辆里放的盔甲 车拉不动 太费劲了 我们请求穿上盔甲行军 以减少运输队的压力 曹操同意了 结果林统的军队就进入了曹操的军营 开始穿盔甲 穿下了盔甲后 猛然袭击曹军 曹操本人重箭逃亡 曹王曹安明 点位都死了 注意一点啊 按魏略记载 曹昂死在阳城之战 没死在这 和陈寿写的有冲突 有人说了 曹操好傻呀 怎么能亲信林统呢 他要杀张秀 他就没有想到林统是来杀他的吗 你想呀 曹操能买通胡车啊 就不能买通林统吗 假设林统被张秀和贾曲反买通了呢 曹操认为林统的操作是为了去杀张秀 结果没想到是冲他来的 没有防备 差点挂了 有人说了 还是曹操租 你非要取张秀的婶子干嘛 不找麻烦吗 假设你是曹操 你收了张秀军 你放心吗 万一他们反叛了怎么办 你说不会的 我相信张秀的忠诚 这是你的想象 当时边疆人反复无常 中原士大夫看不上边疆人的 张秀就是边疆人 带了些梁州军 这军队以前是张继的 张继什么人 牛斧手下四孝位之一 换言之的军队是牛斧的 牛斧什么人 董卓的女婿 理解了吗 张秀军的士兵 其实就是当年的董卓军 而且是董卓的王台部队 曹操君是干嘛的 成流起兵反董卓的 现在董卓军投降了 当年反董卓的 谁能保证他们能和谐共处 不出事 再者 边疆人反复无常 是传统 今天投降了 明天叛变了 家常变饭 谁能保证不反叛 有人说了 你说这么多 跟曹操好色有什么关系 注意曹操取的是张继的妻 不是张继的妾 张继的妾可能是美女 曹操把持不住 张继的妻 大概率不年轻了 也大概率不是美女 理解吗 张继作为军阀 正妻必定是豪强的女儿 就像马腾 不可能让马超的妈当正妻的 正妻得取豪强家的 这样能获得岳父家的资源 当时流行外戚文化 我豪强的女儿 嫁给你军阀 那我豪强的儿子 值得啥的 在你军中就要得势 比如说孙坚娶了吴夫人 那吴夫人的弟弟吴景 在孙坚军中 就是不得了的人物 孙坚死后 吴景和孙奔联合掌权 再比如刘备娶了弥夫人 那弥珠弥芳 不用解释了吧 同理张继正妻的兄弟 值得啥的 在张继的军中 能量也很强 现在曹操取了张继的正妻 就是在拉拢张继的 大舅的小舅子啥的 就好比孙坚死了 曹操取了吴夫人 吴景就变成曹操的小舅子了 吴景带着一半的孙家军 就效忠曹操了 对于曹操来说 他控制住了一半的孙家军 但你是孙策 你恼火不恼火 你曹操一番操作 把我手下的力量 拉拢过去一半 我能干吗 而且张继还不如孙策 孙策是儿子 张继只是直的 你站在张继小舅子的角度来看 原来我姐夫张继是老大 没毛病 张继家花我家不少钱 张继死了 那我至少得管半个家吧 结果张继的直的跳出来当老大了 压我头上 你算老几呀 你又不是儿子 你凭啥 但你搞得过人家吗 搞不过呀 忍了 现在好了 曹操娶了我姐 我是曹操的小舅子了 有曹操给我撑腰了 我扭起来了 张继来啊 你之前不是压我吗 现在来试试呀 因为张继是直的 不是儿子 所以曹操第一次选择和张继的外戚连蛮 除掉张继 以此来获得这只懂得的王牌军 结果咱砸了 第二次简单了 我曹操直接连门张继 我跟张继联姻 我曹操愿意自降一辈 我儿子曹军来娶你张继的女儿 我跟张继论兄弟 这么晚 那张继的结局怎么样呢 有个有趣的数字 曹操200年开始和原家作战 207年彻底消灭原家 连投代委8年时间 张继关渡前199年跟曹操 加入曹操后就负责打袁绍 立战有功 身为破枪将军 达到205年 曹操给10亿2000户 简直无敌了 但到了207年 曹操打袁绍是200年的207年 张继跟了曹操后 也是200年的207年 原家没了的那年 张继就没了 总结曹操招降了 董卓的王牌军 在担心无法控制 利用张继是值得 不是儿子这个天生的劣势 通过联姻去拉拢张继的外戚 压制张继 甚至计划刺杀张继 因为事情泄露 杀手极有可能被反向买通 曹操没有料到 被自己买通的杀手给反杀了 曹操退打球其次 第二次招降张继时 自降辈分和张继联姻 用他来打袁绍 用董卓的王牌军 来打反董联盟的门主 207年 原家没了 207年张继也没了 曹操成功的驾驭了 董卓的王牌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